大家好,我最近其实每天都在想我的严肃的问题 都在写一些除了我自己会认真看下 几乎没有人看的严肃的文章 所以最近在这个狗血八卦 在这个造谣传扬方面的确是有点滞后了 都赶不上热烫了,赶不上热点了 今天看到一个照片,说他的名字叫王荣鹏 那跟细胞子简直是一毛一样 推特上有这个什么,有照片 一毛一样,嘴巴和鼻子,嘴巴和眼睛完全像习近平 脑上的毛也很像习近平,真的下 鼻子比习近平好看 脸型呢,这个地方有点像习近平 脸颊有点像习近平,这个地方下巴 不太像习近平,为什么呢 因为看上去秀气多了,细胞子是个土包子脸 是不是,细胞子脸短,圆脸短 这个女孩的虾,这个男孩虾巴是尖的 是瓜子脸 但是这个地方有长一些像狗女包子 鼻子呢,鼻梁呢还挺高的 一看是帅哥,比细胞子帅,细胞子也还挺帅的 比细胞子帅,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男孩一定是细胞子和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给干出来的 王荣鹏,长得比细胞子秀气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照片,我就惊呆了,真的是惊呆了 所以然后我们一堆人又在那里又闲扯 的确也说实话,土共中国,他是臭不要脸的 一个很严肃的很荒诞的事情,他说的跟真的似的 所以你跟他如果是认真你就输了 你对付共产党,我这些年我的经验 要么你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当他看不见,是不是 你就视他为无误,你就不搭理他 有这么一种人的,就安静过自己的日子 共产党再搞什么事,都跟我没关系 我不搭理你们,是不是 我有多远过滚多远,我安静过我的日子 我这辈子最大的工作就是躲共产党 躲得越远越好,有这么一种人的 好的逮的,差的坏的都不说,是吧 还有人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一样的,就恶搞,是吧 幽默,解构,如包反讽,嬉笑落骂 基层文章 因为你土工,他是其今为止 人类最大的装闭犯 你如果一认真,你就输了,你明白吧 所以看到这个人叫王荣鹏 那长得跟细胞子太像了 你一看,你想都别想 你只要是你承认你的直觉能力 你只要你不是一头猪 你都知道这个人肯定是细胞子个日出来的 把那牙签戳戳戳戳出来的 说是迄今为止,西包子最靠谱的私生子 而且是土工,习皇朝,大太子 这两天,终于就是形成了一个话题 一个热点,终于与广大人民群众 与广大的韭菜,广大批鸣就给见面了 不是什么之前文贵说的什么刘晨杰啊 什么冠军啊 不是啊,就是王荣鹏 现在呢,做这这个互联网的生意 身价过亿啊 你说这么一个1987年生的这么一个小孩 怎么就这么有钱呢,是不是 这么一个87年的小孩,没有关系 你说三个月从他妈的200多块钱搞到这个什么 搞到几个亿的资产啊 脸蛋非常细胞子 但是比细胞子修有趣多了 我看到这个消息,我是不懂脑心的啊 我一看我就知道这肯定是细胞子的这个私生子 为什么我就这么直接呢 我根本就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喜欢搞什么啊,真一句在哪里 真相在哪里啊 如果你还还跟我扯什么真一句 我只能是送你两个字 三个字啊,大傻叉,真的 没什么好说的啊 你就是,因为你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力啊 就是你的卑微,是不是 你的人生的苦难限制你的想象力 等你当了席包子这么大的官 等你像席包子一样想日谁就日谁 想杀谁就杀谁,身杀大权 都在他的手上,是不是 你去王岐山的话,你就去睡几个凉啊,搞点小钱 那算什么事儿,是不是 而且你要知道啊 中国所有的长得漂亮的姑娘 如果席包子有一天,真是看上了哪个姑娘 是不是,裤子一扒,就开始跟她捅捅捅 那人家这女人呢,人家这姑娘,人家的家里呢 那祖坟冒烟,是不是 在他们的这些个女人的眼里 在他们这些个家庭的眼里 西包子那个牙签都像金边呢 我跟你说,上面开满了这个花朵 那真是的,又香又甜,是不是 哪怕西包子,他妈的三个月不洗包皮 他一样的香的不行 你太不了解这个中国人的民情了 你还跟我李中克,我真的不骗你 所以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好多 一看你就不对,比如说李鹏 李鹏80年代就当总理 我们一看过去,跟周恩来没找到 李鹏的那个嘴巴不要太像周恩来 还有李鹏的那个毛,是不是 脑袋上几根毛,不要太像周恩来 太像了,是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人都是假正经太多 没有幽默的精神,加上那个时候 也没有信息渠道,也没有互联网 就是成为热点话题的概率很低 但是十个人都明白李鹏就是周恩来的私生子 就是他日出来的,是不是 后来王毅,王毅一出来 我去,王毅太像周恩来了,是不是 王毅的那个身材,王毅的那张脸型 王毅主要是脸型 王毅的每一个地方都喜欢周恩来 但是呢,并没有李鹏的嘴巴那么像周恩来 所以一看,你说周恩来的孩子 他毫无疑问的 还是那句话,等你当了周恩来那么大的官 你日入境天下美女,浑身长满牙签 所以你就恨你自己身体太差 你想要多少孩子就要多少孩子 就这么简单 他们这些个中共高层的干部 真是,你每一个人都是大把大把的私生子 有的私生子就任了,有的私生子没人就流浓民间了 他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是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民情秩序引起的 你到西包子这个份上,你到周恩来这个份上 是不是 你到毛泽东这个份上 你真是想干谁就干谁 只是你一年之间 你今天去上厕所 看见一姑娘挺好看 不管她年纪多大 你就跟旁边人说一下 马上就给你洗干净给你送过来了 是不是 还有就是什么 刚才我说的下面的那些个人 家里好不容易养的一闺女儿 出弄的是水泥泥的 突然有一天被皇上看见了 被太子看见了 被习近平看上了 被毛泽东看上了 那真是祖父冒烟 我们家真是祖上积乐德呀 是不是 才被皇上,被中共的大官看上 你别说是一个 别说是习近平保子这么大的官 你就是哪怕被一个县委书记看上 那都不得了了 我跟你讲 我以前在那个仙里面做小公务员的时候 我们那个仙里的电视台 有一姑娘 是不是 她有男朋友的 后来她男朋友跟我关系不错 她男朋友老是想跟她婚前同居嘛 她打死不同意 说不行 我结婚之前 结婚的幸福之夜 我要以一个处女的形象 然后我们俩就过日子 然后她就 我这个哥们就信以为真 就一直就忍啊忍啊忍啊 每天就自己搓 然后自己的女朋友挺漂亮 也上不了 后来突然有一天曝光了 人家就抓了先行 她那个姑娘 早就跟我们的县委书记搞一块去了 早就已经被县委书记睡那了 高兴得很 是不是 后来这个我这个哥们 还是脸皮俱厚的 把这个姑娘给娶回家了 为什么呀 因为县委书记 像我一大的先委书记 战斗过的地方致近呢 她都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 之前我们说这个什么 说这个孟晚舟是不是 你去看那个孟晚舟 那毛泽东拖了一壳 我跟你说啊 真的太像了 我们说孟晚舟是毛泽东私生的 美国的很多政客都知道 连川普都知道 说孟晚舟的事挺大 她是中国的第一号公主 你把她给抓起来的 你加拿大 你真是你吃不了兜着走 是不是 所以加拿大后来也知道 惹上大人物了 你如果再搞下去的话 加拿大跟中国真的就彻底翻脸了 这个损失有点大 她是这样子的 所以人家加拿大最后就 什么死 什么司法独立啊 什么这些那个都不要了 然后就把孟晚舟给放回来的 你以为呢 是不是 还有那个谁 那个毛泽东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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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晃 洪晃呢也不知道说什么 估计是毛泽东 这个张张张什么 洪晃的妈叫张什么 就日子的时候估计是开小车了 还是开小差了 还是怎么样 还是表情不大对 洪晃长得不好看 没有孟晚舟好看 孟晚舟是一个美女 因为毛泽东长得不错 孟晚舟那个样子 跟毛泽东的青年似的 真是没找过头 那洪晃年轻的时候说实话 我们在北京都是说洪晃 是毛泽东私生女 都说当时陈凯歌之所以取洪晃 不是因为洪晃好看 而因为洪晃 是毛泽东的这个血肉 是毛泽东的亲自干出来的 他想月入农门成为毛下的女婿 是吧 没想到洪晃的这个人还有点文艺 皮里皮气的 是不是 然后有人又长得丑 最后陈凯歌还是认 还是尊重了男人的基本的心理诉求 还是要娶个漂亮大姑娘 所以他娶了中国最美的演员 陈洪嘛 当时是中国最美的演员 因为从洪晃到陈洪 那真是 一个是金凤凰 一个是石克朗 他都是这样 但是洪晃 那个时候说他是毛泽东的四十年 我们都不信 因为长得不大像 但是没想到的是过了很多年 洪晃都一脑子白毛了 我去 那简直毛泽东脱的壳 我去 太像了 一个丑版的毛泽东 所以这些事 你不要讲不讲是求真 不要讲不讲是追求历史的真相 靠你的直觉 我告诉你啊 所以这个习近平的那个私生子 这个叫什么王荣鹏 这板上钉钉的绝对是的 我强烈建议大家在网上搜索 你又搜索到王荣鹏 你就能看到 不要太像了 而且不是屁出来的 真家伙 哎呀 我告诉你 习近平肯定不是这么一个私生子 但是估计这个小孩的 应该是习近平干出来的 第一个男孩 87年的 因为这个什么 因为这个 那个谁 彭丽媛嫁出来的 彭丽媛嫁给这个谁 习近平是1987年 所以肯定不是彭丽媛生的 是不是 1992年才生西敏泽 所以一定是彭丽媛 一定是习近平在跟他的前妻离婚之后 中间有一个空档 这个时候有很多个漂亮姑娘 就把自己洗干净的就送上去了 是不是 习近平说实话 要我是一女的 她要是有我也同意 为什么 因为她个子高高的 又是红二代 是不是 又当官 你干嘛呢 你与其让习近平给干了 你还 你不是与其让一个穷屌丝给干了 你还不如就直接让习近平给干了 也是你人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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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岁月 是不是 你许多年以后 你回想习近平干你的时候的那个表情 你会很幸福的 因为他是习近平 是不是 就这么一个情况 咱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的现实 真不是造谣传谣八卦 就这么简单 你说是不是 你摸摸两个星 我们都是中国人 大家谁也别装逼 谢谢